陪同总统蔡英文视察成绩转运站工程的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他从2019年就开始希望基隆桃园也能纳入双北交通优惠月票范围 如今疫情趋缓 加上基隆市财政在市长牛昌努力下负债大减四成 因此决定与民进党在北北桃推出的市长候选人共同提出 1200元首都通月票证件 希望可以减轻基隆市通勤民众的负担 同时达到交通平权的目标 所以这件事情未来仍然需要由中央跟地方合作 那我相信蔡总统也听到了我们这首都圈 所有通勤族的一个声音 所以他也愿意来大力支持1200首都通月票 未来市英会来努力这件事情 因为对市英来讲 过去这几年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就是推动首都圈1200月票 对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提出的首都通月票证件 总统蔡英文大战成熟度及可行性都很高 中央乐意支持 交通对基隆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议题 那么尤其是有很多的基隆的年轻人 是通勤族 他们必须要到台北去上班 那么最近呢 蔡世英委员也提出了 1200元首都通的想法 要整合台铁 公车 国道客运 捷运 以及U-bike 一票用到底 对许多通勤上下班的基隆的朋友 将会减少不少的负担 那么这项政策的承受度很高 可行性也很高 只要地方提出好的计划 中央都很乐意来支持 也会大力的补助 我们非常期待 未来有机会共同实现这个政策 让北北基桃首都圈生活更紧密 金融市长刘昌也补充表示 依交融部的补助标准 金融市每年大约需负担1亿多元 以目前金融市财政状况来说 没有问题 一个交融部长已经有提过 中央又会全力的来支持 至少会补助一半 不过补助一半呢 这个是指的是像台北市 这种直辖市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财政等级 那金融市的财政的等级的一个 补助的话 应该是最高级 那依照我们现在市政府的一个财政的状况 这几年我们大幅减债40% 那据蔡伟雁来推估的话 1200的证件在我们基隆市 我们大概需要负担的是 1亿出头左右的一个经费 那这样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规模 在以现在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财政 是负担的起 陈英文强调在基隆市长 牛昌与市府团队 协同立法人蔡世英 共同努力下 完成许多建设 让基隆市改头换面 也为市民找回城市光荣感 由于基隆还有许多重要建设计划 几代推动 希望接棒基隆的市长 不仅要手冷市政 还能与中央团结合作建设基隆 延续这份光荣感 基隆市长即将交棒 但是基隆还有很多重要的建设 正在进行 那么尤其在这个区域 刚刚我们右昌市长 也给我们解说了 未来有好几个计划 都要持续的进行 那所以我希望 我们接棒的基隆市长 不仅要熟悉基隆的市政 也能够跟中央团结合作 建设基隆 延续这份光荣感 记者张旗滕 金融报道